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在农村的快乐陈陈,我是陈陈 相信每个农村都会有几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吧 因为他们可能在本村里感觉种地种不到钱 所以说他们就喜欢去外地务工 靠一些建筑业啊,体力活之类的赚取一点费用 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考心难的问题 也是上了很多次的这个社会热点了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打工赚了钱 但是我们把钱要不回来 其实到2020年之后啊,我们农民工将会迎来这样一个好消息 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呢,就听陈陈来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这些年啊,我们国家也在努力的去制定一些 关于我们农民工讨心难的一些问题 也得出来了一个结果吧,算是 就是我们以后农民工在外出打工 其实就要签订一定的劳务合同了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都是通过所谓的包工头 来给农民工建设工作 然后包工头啊,在中间与公司以及农民工形成一个关系 但之后啊,这个包工头啊,其实就不复存在了 农民工可以直接与那个建筑公司啊,签订一定的劳务关系合同 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20年1月份起的时候啊,就已经制定了一个农民工 实名制的管理文件 就是我们农民工啊,也需要拿着我们的证件去我们所谓的 建筑公司里面去实行这个劳务关系 这样也就代表着我们跟一些工厂的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工作都是有劳务合同的,都是实名制的 再就是不存在于拖欠工资这种行为了 如果拖欠工资的话 我们农民工也是可以去法院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 我们也就是和建筑公司实行了一定的劳务关系 而且我们农民工要想去进入一些建筑工地工作的话 是要提前啊,去进行一些培训的 必须培训合格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工厂工作 而且没有在建筑平台上进行登记的人啊 是不能进入我们的施工地点了 第一来是为了保障我们农民工自身的安全 第二点也是对我们农民工的这个金钱啊 这些薪资问题有了一个保障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农民工不仅要在我们的信息平台上 进行我们的实名登记 而且还要进行港前的培训 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入建筑工地工作 其实这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讲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一旦经过了培训 也就代表着我们有资格 我们去哪一个建筑工地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工作 而且我们再也不会发生一些讨薪难的问题了 因为那些公司啊都是有注册的 也没有包工头在中间吃差价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农村资讯 欢迎关注在农村的快乐